蜀中有乐山 乐山多乐事 先不论有多少人为了那尊凝江而做的大佛慕名而来 但是那些色香味俱全的美味小吃 就值得一次次举起筷子 凉起碗来 再摸摸嘴倒上一句 我们再打包一份吧 在今天的视频里 我们将带你三种角度观看大佛 不分时段品尝小吃 最后还有峨眉山的云海幻境 下面就和我们一起走进肉灵三菱的第十二站 乐山多乐事 云上有峨眉 离开重庆的时候又下起了雨 我们现在要前往下一站了 一身轻松去四川 现在经历了大概四个多小时的驾驶 我们终于来到了乐山 现在正有人在夜游 你别说乐山还挺美的 比我想象中要繁华一些 辛苦了小司机 那带你去吃乐山美食如何 据说很好吃 这个是九十点钟的乐山 食物还在飘香 我们本来想去吃乐山的翘脚牛肉 但是因为这个点儿店都打烊了 老板 这一点我们明天再去吃翘脚牛肉 那我们今天就用一碗馄饨开启我们乐山的美食之旅 大哥 这是豆腐脑 那我们就用一碗豆腐脑开启我们乐山美食之旅 你也吃吧 我们的美食之旅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我们要骑着小车去吃冰粉喽 我们的猴司机今天变成了猴丹车 这条路也太香了吧 空气里都香的 哇塞 你的影子现在就像一把小伞一样 在保护着你 我们是快到了吗 快了 一百米 我表演一下以前学校里校草它有的猴司 你是对校草有什么误会吗 哇 但是好久没有这种半夜骑车的感觉了 哇 看影子好好呀 我找的是这家店 看看这个碧翅膀开没开门好不好吃 美食在召唤 谢谢 不谢 嘎儿 好 现在我们派出了阿侯选手来品尝这碗香巴老冰糕 说实话 派出阿侯做美食测评让我有点紧张 我现在把它一分为二 像摩西一样 摩西分海 我没想到的是它这红糖还保留着那种沙沙的质感 就像真的在吃糖一样 这个口感不错 好吃好吃 我们再打包一份吧 你看我刚才的形容是不是感受不到 我觉得你一点都没有形容它的精髓 美食都是这样的 不管我怎么形容都形容不错 它的红糖是沙沙的 反而这个凉膏是滑滑的 所以在一起就会有一种 大浪淘沙的感觉 我现在就一点点感受到乐山的美食好吃了 这个是在乐山醒来的第一个早上 今天我们的计划就是乘船 先去看一下大佛的全景 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有体力的话 也许再去爬一下大佛 看一下大佛的黄金右脸 昨天有没有办法 我也不知道 船票是一个人70块钱 可以游览大佛全景 碎佛和三江 大佛 可以看到船了 在那里 上楼 可以 老夫好不会游泳的你的安全 今天雾蒙蒙的一片 所以等一会儿我们看大佛的时候 是不是就那种仙气缭绕的感觉 你现在这配色特别像个乐高小人 你现在这配色特别像个乐高小人 出发 你在这里拍到啥了 啥也没拍到 今天是天气 佛不见我 哇塞 当所有人都举起了相机 我们就知道 是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哇 离得好近啊 天呐 哇 哇 好大好大 天呐 好帅啊 好帅啊 给大家看一看这边的水位 所以说如果我们上去的话 就能走这条路 我们现在终于到了大佛的脚底下 不管你之前看过多少都看大佛的照片 当你真正走到那个下面的时候 我觉得震撼的感觉 还是完全无法用照片 我发现我们的小船可能是个二等船 所以站在上面的我们都穿着这个 怎么说呢 安全但是有一点点搞笑的救生衣 但是我们隔壁那辆豪华的船是 每个人都很优雅地站在船上面 近距离地欣赏 我们只能在一个二排的位置 但其实这个船已经卖七十块钱一个人了 已经不便宜了 对 我们现在已经从船上下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从船上下来了 现在离我们停车的地方非常的紧 所以我们决定先回一趟车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写拜大佛得大佛 把这份好运先传给我们的小车车 一二三 哎呀 好久没有洗车了 好脏啊 哇塞 看我的脸 好脏好脏好脏啊 再看看阿猴的脸 好黑好黑好黑啊 其实屏幕里看不太出来 现场太可脏了 你们看阿猴这个头发 天哪都能画出来了 你是什么卫生检察员 好 祝大家也大福大福大福 好 终于迎来了午饭时间 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乐山美食了 现在在我身后呢 就是乐山非常有名的一家俏脚牛肉店 什么叫俏脚牛肉呢 在这里过脑油给大家讲一下 俏脚牛肉呢 其实原来是一个类似于平民美食 因为它这个店上面还写着 不一佳肴这四个字 最开始呢 其实稍微有钱一点的人 可能就是直接吃牛肉 然后那些牛下水什么的就剩下了 所以说有一些工人呢 可能就会吃那些东西 然后慢慢的也就演变出来了 有这样的店铺 这样的店铺吧 相对来说就比较简陋 所以说一开始呢 就只有桌子 然后两棵树之间摔一根绳子 大家吃 翘脚牛肉的时候 就这样翘着脚吃 现在是没有这样的姿势了 大家吃饭的环境都非常好 那我们就去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 我要下筷子 有一点点激动 我先尝个远味的 很嫩很鲜 我再尝一个加辣椒 这辣椒也很香 鲜肉饼 超级超级脆 看看里面的肉和小葱 超好吃的 我觉得昨天晚上我们对乐山美食 只是浅尝折吃 今天这才叫做整式的享受 这毛血旺真的太嫩了 而且我非常负责任地说 这毛血旺不是很辣 我觉得如果不太能吃辣的人 也会吃着毛血旺 真的嫩到飞机 我觉得可以称得上 是我人生中 最好吃的毛血旺的前三名了 朋友们 你们绝对不会相信我们接下来去干什么 如果说你们收看了我们的Rolling30连续记的话 应该会已经跟着我们爬了黄山爬了五龙 现在要带大家继续爬山去爬乐山大火 不要问我为什么每天爬山 这都是因为爱 因为我们在走上坡路 就是会累一点没办法 不瞒你说阿侯的照片是少见的 身份证照片比本人要帅的 下面的水流确实很湍急 不愧是三江汇合处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知识 乐山大火呢是位于 闽江清一江和大渡河的交汇处 所以水势非常的凶猛 当时之所以修建这个乐山大火呢 也是因为这边水势太凶猛 到夏天汛气的时候 经常造成船毁人亡的事情 所以才修了这座大火 这其实能看到就是 那两个江在汇合的地方 像有个墙一样 船经过那儿的话确实不好走 回头是岸 回头是你 回头是岸 煽动人的笑话 太突然了 就这样突然就看到了 大佛的耳朵和他的发型 走近了真的可以看到 这个佛的排水系统 就是他的耳朵 那边其实是有一个排水孔的 看着微微上翘的嘴角 如果他突然回头的话 可是什么样 这个不要笑了 近距离看这个大佛 它的体积还是很震撼的 但是你们在屏幕前面可能感受不到 我就大概说一下 这个大佛的鼻子高是5.9米 多长呢 差不多就是我们那个小车的长度 你如果是开车的话 C1的本是可以开这个鼻子 带上了车 你这样说后面对佛有一点略为不敬 略为不敬 其实来乐山大佛之前 那我有查过一些历史图片 就可能看到了一些四五十年前 在乐山生活的人跟大佛 关系非常亲近的照片 我当时就觉得这种关系还蛮好的 因为之前我们去观赏大佛 可能更多的是在寺庙里 在殿里面 但是乐山大佛它是坐落在这种群山之中 而且前面就是江水 游客呢就是在崖壁上 然后一直走慢慢的靠近大佛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 是我觉得挺难得的一种体验 我们现在呢准备去这个佛脚平台观佛 临时抱佛脚 下一句是什么呢 临时抱佛脚 好适合打的 我觉得这个爬山的难易程度呢 在一到两颗星 一共我好像也没爬多久就到了 我们还没到最难的那颗星 真是挺等的 哎呦 到了 这脚步不由的金快显 手机脚抱到活脚了 这个脚抱到活脚了 太壮观了 我总的脚趾头都比我的头要大好多 我现在觉得是这样 在船上看全景是最棒的 然后在山上看侧面会能看到很多的细节 然后你真的走到下面来看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神奇的角度 也非常拥堵 但是我觉得这种壮观的角度也是值得一看的 我们没有在国庆感受到堵车 却在国庆结束的第一天感受到了 这叫什么堵人 快走到佛祖的手了 据说第一次修建的 修建到了肩膀 然后搁置了 第二次修建 修建到了膝盖又搁置了 所以顿顿巨蓄才修建了90年 最后面的小船 看乐山的城市 膝蓋有点疼了 保持微笑 微笑 下山了 截止目前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在乐山安排的所有行程 下一站 峨美山 向右前方进入柔车岛 下步广计0512 离山方向 我们到了峨眉山又下起了雨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峨眉山的一个演出 叫只有峨眉山戏剧换成 它其实一共分成三个部分 分为云之上云之中和云之下 云之上呢就是 比较仙气的一个表演 云之中呢是一个免费的表演 大概长达半个小时 所演出的位置大概就我身后这块 但是现在下雨了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演 云之下呢是一个 在山村里面的一个实景的演出 所以你会真的走到那个山村里面 然后去观看演出 讲的是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 我们刚刚去票务中心咨询了一下 有一个非常遗憾的消息 因为下雨不只是云之中不演了 云之下估计也不演了 因为云之中和云之下都是室外的演出 这边有这个陆石梗盖 我们还有很多身份的 我们可能有五个身份 还有仅仅可能是看客 还有像我们这种仅仅 连看客都当不了的 门外汉 现在只有峨眉山的雨 这个室外舞台的设计 就像大雪覆盖的村庄一样 现在云之中不演了 但是这个气氛还是做到了的 有一些这种仙气缭绕的感觉 感觉我给大家演一下 是不是太难看了 马上七点半了 演出要开始了 三点四十七分二十秒 总理来说我觉得和我想象的差不多 就是它的舞美和它的形式都非常的出色 它前面的时间二十分钟呢 观众是坐在座位上观影的 然后观众会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走进剧场 剧场里面呢 又是有很多的房间不同的布景 所以说你在这一次的观影当中 其实可以看到不同的几个故事 其实我觉得这整个演出看起来 它的艺术性是比较强的 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 它是根植于一个非常本土的文化 和一个农村的一个留守的现状 然后在这个之上 建立了一个很强的艺术的形式 我们其实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学的也是艺术 都是说 国外的艺术要怎么高大上起来 要怎么去借鉴别人的好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真正能把 跟植于本土文化的这些乡村的东西 把它拿出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代表 你形象这么高呀 这位博主你没收钱吧 一觉醒来又是下雨天 我们今天本来计划呢 是上峨眉金顶 去看一看传说中的云海 去看一看传说中的佛光 但是 调出东西来了 调出来了呀 现在连游客都看不见了 我们有一点点骑虎南下 因为峨眉山非常的高 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想向山的话 我们需要先坐一个大巴 那个大巴要大概开快两个小时 到达那边那个雷动屏 街影店那个附近 然后呢我们会再坐一个缆车 到达金顶 然后往返呢我估计可能大概至少要六个小时 所以说我们果断放弃 大家和我们一起看过山顶的直播 也算是一起上过峨眉山了 还说峨眉山有很多的猴子 这次也没来得及看见 看什么看 一键三连了吗 大家看这个猴子有搔痒症 一看就是看着房车很久不能洗澡的 下面呢让我们有一首歌 引出我们即将到达的城市 好嘛溜溜溜的山上 一刀溜溜的云游 断断溜溜的朝宰 康顶溜溜的城游 前面和 patient 边离 lat 点赞 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